《中国大运河》 年过七旬的摄影师刘世昭 曾在1981年2016年 两次骑行京航大运河全线 记录下沿途人与河之间 修起与共的故事 当初骑行的出发地 正是眼前的白浮泉 这里曾是中国大运河的最北端 其为利之谱 与历史上之北京城 息息相关者 首推白浮泉 老话说 运河飘来的北京城 元大都初见 中国水利专家郭守静 饮白浮泉水 汇入翁山博 开凿出通汇河 打通了大运河全线 载满粮食 丝绸 木材的南方草船 源源不断地直达元大都城内 南来北往 千帆尽发 一座座城市 因运而生 灿烂的运河文化 因河而兴 中国大运河全长 近三千二百公里 由三大运河组成 连接五大水系 跨越八个省市 连通陆海两条丝绸之路 空间的巨大连通 文化的空前交融 让大运河成为了 中国古代的互联网 这么一个超级工程背后 暗藏了什么样的科技密码 从春秋时期的第一交起 一代代的水利专家 创作出惊人的发明 续青刷黄 树水攻杀 蓝霸饮水 饮问绝技 听起来像不像一套武功秘籍 而分水枢纽 阶梯及船闸系统等 古老技艺 在工业革命后 才被用于其他国家的运河 欧洲的和美洲的这些运河 相对而言的多数是 工业革命前后 中国大运河 它的历史价值还更多的应该是体现在它 是服务于中国从春秋以来 这个农耕文明 虽然烟云历史 带走了往日的繁荣 但运河文化历久迷新 随着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开启 大运河重获新生 两大超级工程实现了跨越 两千多年的时空对话 这条活着的流动着的中华文化遗产 正以新的姿态奔涌向前 生生不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